今天天宇老师 要教大家一道很简单的美式炸鸡块 然后你可以把它俗生一样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麦克鸡块 那我们今天准备的材料有鸡胸肉 那我已经把它剁成泥状了 低筋面粉 玉米粉 蛋 这是泡打粉 只是一点点泡打粉 OK 我们加上少许盐 盐巴 那我们首先把我们的鸡胸肉把它放下来 鸡胸肉 一般我们为什么要选鸡胸肉 它的筋比较少 然后它油脂也比较少一点 来 加上我们的面粉 玉米粉 然后蛋 还有我们的盐巴 跟 泡打粉 一点点泡打粉 来 OK 我们把它拌匀来 来 我们刚刚把我们的粉 跟我们的鸡胸肉 还有我们的调味料 把它拌匀来之后 如果你要让它固定成型 你可以用你的手 稍微沾少许的油 因为有一些油的话 你的手才不会黏在我们的 那个鸡肉上面 OK 我们就把它稍微把它拌开来 你看到 我们放点油的话 这样子就会比较OK一点 看你喜欢哪一种形状 你就可以把它捏一下 来我们稍微把它 弄这样的大小块 把我们放到油锅里面 油温的话 我们差不多用180度左右的温度来炸 来我们把它放下来 开中火左右 中间我们不要弄得太厚 太厚的话 你自己的口感 就会 嗯 比较不容易熟 自己在家里做 这麦克鸡块 基本上你自己的口感 会比较多的鸡肉 你会看到外面 如果你去买县城 你会看到35%都是粉 你会看到老师 他刚才加粉 基本上都加很少 如果你说 小朋友在家里说 妈妈你那不是我要的麦克鸡块 基本上你粉加多一点的话 他会有点像我们外面做的 甚至你可以弄一些干粉下去炸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鸡肉 它浮起来 然后它呈现有点金黄色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起来立油了 虽然没外面那么漂亮 但是说真的 一定会比外面来的还好吃 撒上我们一些胡椒粉 撑的时候把它放上去 基本上它会比较容易附着 这就是今天田宇老师为你示范的 那一刻炸鸡块 希望你们会喜欢它 今天 testimonial 大家看吧 再见 来吧